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来Arts & Fast 我是Helena,Diva Channel的编辑 我是Bosco,Art Letter的创办人 上星期有说到加拿大打算引入Artists with Sell Rights 即是说艺术家的作品在交易市场的每一次转手 都可以有相若的收入 就这样听,其实对艺术家来说是好事 目前全球有90多个国家都有这个ARR 香港作为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一份子 就是没有这个ARR 当然我就忍着问你 有这个ARR和没有这个ARR 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分别 Bosco就就着香港的情况 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和探讨 究竟香港适不适合引入这个ARR 有兴趣以后错过了影片的朋友可以看 我们连续几集其实都有提到 近期的市场都比较静 甚至因为经济的关系 有不少的作品都有跌幅 除了分享这个作品的成交 今集你会不会和大家看看整个趋势呢 即是说现在其实适不适合趁低吸纳 或者去扣藏一些艺术品呢 艺术市场大部分作品的价格 在过去的春季拍卖到现在 都有明显的跌幅 如你所说 原因除了因为之前说过的 就是说艺术市场的反应 相对其他市场是普遍滞口 跌得比别人迟 总体来说 其实大部分收藏家的资金都非常充裕 尤其是支撑起艺术市场 大部分的美国收藏家 亚洲收藏家 但因为之前俄乌战争爆发 以及之后的加息 导致艺术收藏家 或者艺术投资者 都不会在这个时候买东西 因为这个时间 就是他们过去这么多年 草下来的弹药 是刚好要用的时候 市场上有太多 低过时价的资产 可以作为投资之用 加上又要计算 因为加息引致需要 考虑更加高的回报率 每一分前都会影响了 三四五年之后的资产增长速度 有机会甚至是说 艺术品套映 即使会令到他们选手离场 但变现得来的现金 可能有机会在其他市场 更加大的爆发突破 所以权衡轻重计算之后 你会见到 越来越多艺术品 是愿意割价求手 这些艺术品是否等于 失去前途呢? 当然不是 就是需要做什么呢? 计算好数 甚至乎 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时间 以低价将作品收藏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其实都做了年纪 其实去年都是正值疫情期 都没停过 但为何觉得今年的气氛 感觉是特别差的呢? 疫情期间 因为全球对于前景 都不是那么乐观 资金都挺没出路 所以那时一口气涌入 这个艺术市场 导致艺术品价格 在2020年到2021年底 有非常显著的爆发 有些成交 甚至乎是我认为 史无前例的 刺了线 现在的价格 是回到我认为的合理水平的时候 但同时也反映了 艺术作品的需求挺大 以及价格上升的可能 当然 最令我惊喜的跌幅 莫过于是六个彩资画面中的 这张作品 尺寸51×46CM 在2022年6月21日 在香港Felix拍卖 股价是15万至25万港币 最后竟然只是 已连佣金 37万8千港币成交 我心想究竟搞哪个呢? 这张作品 如果说是其他地方转收的话 即是50万以上港币出售 不是很困难的事 尤其是这张作品特意运到香港拍卖 香港的收藏家 绝对可以减省大量的运输成本 主权成本等等 还有税项等其他计算 基本上用这个价格 买这张作品 未来转收 都可以说有赚无赔 另一边商一个残酷的现实 正如我之前所说 艺术品推出市场 基本上有四个因素 我常常放在口里面说的四个 Debt, Devoil, Debt, Disaster 由于经济下滑 尤其在大陆那边 难免有些人会离婚 又或者因为资产的问题 需要将作品出售 市场上相信会永远更多 因为这些原因而被逼出售的藏品 通常这些情况放得这么急 其实艺术品的价格 有没有机会偏低呢? 绝对有 就好像太古城也是 太古城的价格是所谓移民盘 因为急着要放,价格都会很低 说的市场 并不是在拍卖市场上 有更多的作品 因为不可以公开出售 而必须要私下 找一些独立的Art Dealer 将作品转手套现 然后将资金转到其他地方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 认识很多所谓Art Dealer 或者你可以敲门 听听他们有没有合适的藏品 很大机会 可以以一个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将作品收藏过来 不过也好看你究竟 如何对于Art Dealer 因为如果他们愿意 将作品卖给你等同 就已经将钱放在你面前 之前我都接过 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逼出售 而不可以公开出售的作品 希望委托我帮忙卖掉它 这些收藏家愿意接受 价格也挺低得惊人 当然原因挺简单 一,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现金 最重要现金到手 愈快愈好 虽然说 如果你够坏,够狠,够无情 刚刚说的两个原因 足够令到你作品价格 可以把它压得多低得多低 不过我做不出 嗯,其实这些我都觉得很趕时机 因为你不知道何时才会遇上 另外,我想问一下 你说作品因为不可以公开出售 而私底下去找一些独立的Art Dealer 其实有什么情况是不可以公开出售呢 其实这些条件 会不会连带到新的买家身上 这个好问题 当然,最大可能性就是不想一些所谓的新的买家 知道这个作品的原本常行家是哪个 又或者身边的唐边科 都不想让他们知道究竟哪一个是买家 当然,新的买家就要做好资料收集 正如我们不知道很多集都说过很多次了 一定要做功课 了解清楚作品的来源 否则如果本身有些政治含义在里面的话 这时候你拗的事就没人帮到你了 好,多谢Bosco今集的精彩分享 想知道更多关于艺术投资和艺术业 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节目 字幕志愿者 还订阅 快е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